奥巴马表示 强暴犯的自由勋章不会没收的啦 嘿嘿 奥巴马终于针对搞笑演员比尔·卡斯比表示 任何强暴行为在文明国家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不过我们还是不能拔掉 卡斯比的总统自由勋章 所以基本上强暴犯是可以被容忍的 卡斯比以夸张的脸部表情 和把鸡鸡放到不该放的地方文明 如果你未满40岁 表示卡斯比打从你出生开始 就已经在强暴小女孩啦 当这匹色狼刚开始强暴时 他手上并没有任何弥奸药物 所以他都用安眠药 然而这位连续强暴犯 却从没因强暴罪名遭逮捕 而那位刚和伊朗达成核武协议 全世界最有权利的男人欧巴马 居然连终身强暴犯身上的勋章 都拔不起来 其实大家都误会了啦 自由勋章的意思其实是 卡斯比可以自由强暴的意思啦